台北女婚室出了一张 我们叫你出来工事的对不对 随便你们讲啦 媒体守候加上后头有一对 莫名的侨胞夫妻 举着标语如影随形 看得出来 陈兴瑜的情绪又在崩溃边缘 但台湾记者不放弃 开始温柔公事 我讲了你们还是跟我去饭店啊 那我就让你们跟吧 那你如果是考试 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 事实上状况都好不好 那你们就不跟嘛 你又不是老板 不是老板 对啊 陈兴瑜有一搭没一搭应付记者 但因为仰着头猛往前走 她差点找不到路 我女儿搞到我都忘记 我要走到那里去了 陈兴瑜 讲一下啦 考什么事 要搭计程车 对啦 我要搭计程车在哪 我刚刚明明有看到 现在我不见了 女记者热情帮忙带路 总算瓦解陈兴瑜的心房 两个人开始谈条件 你跟我们就是讲说 你是要考试考什么事 然后我们今天就 几天 明天呢 明天还是跟去拉比啊 我太多经验了 你们就在拉比等我 然后等整个晚上这样子 但是就说如果你是 那你等我考完试 你们再来 我礼拜一考试 考完试你们再来骚扰 行程陈兴瑜是要做什么 他认为湮灭证据 甚至是洗钱都有可能 三年多前 胡中信曾经公开指称 说陈兴瑜到美国开户 被陈兴瑜控告 最后无罪 这位陈兴瑜说 是去美国考试 胡中信打死也不相信 但陈兴瑜到底去美国做什么 胡中信说得很直接 和林花传票给他第二天 就出境了 连禁管都没有 第三让陈兴瑜 陈兴瑜在国务基教会是涉案 退针组说 陈兴瑜只是证人 有行动的自由 但侦办过程中 少了重要证人 难道会没有影响吗 之前陈志忠 出国也是说要去入学 结果好像争议相当之大 可是考试只有一天 但我听说要去好几天 那时机并不是十分恰当 那既然已经去考试了 我们还是非常 这个虔诚的呼吁 这个快去快回 陈兴瑜身为贬家 唯一没有被限制出境的成员 在父亲被收押 母亲将出庭的时刻 一个人到美国 蓝军就怕他一去不回 强烈要求特征组拿出对策 TVBN新闻 柳正平的方姐特别报道 特征组到底能不能掌握行踪 那么其实还在放年假的 方言人陈于南特地提早一天上班 特征组表示 确实有人检举陈信瑜 不过因为目前陈信瑜 还是证人身份 不必限制出境 而倒是移民署为了谨慎起见 傍晚6点多主动通知 法务部还有检察总长 以及陈云南 冻彩以及投资相关事宜 他考试只有一天 他其他的时间 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转账 他不需要到银行 银行可以派人到饭店里面 来帮他办转账的工作 更重要的 你们不要忘掉有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如果房方言是钦差大臣的话 那扁家有一个在美国驻地的财务总管 叫做涂太太 涂太太现在还在美国 涂太太在纽约啊 在陈志忠啊 涂太太就是帮陈志忠帮扁家 帮陈志忠陈信瑜姐弟 在处理美国有关的账户 不动产投资相关的事宜 大家不要忘掉 陈志忠大概在纽约的豪宅 是谁帮他弄的 就涂太太 而另外一方面 今天曝光的消息 还有1月21号 陈志忠跟黄瑞静夫妇在出庭之后 不是自爆母亲吴淑珍 还有六亿的珠宝 现金在台湾 以及日本友人的家中 而在隔天 其实随即就一根跟特征组 约在第三地进行密讯 只不过针对内容 特征组怀疑 两人的供词还是有所保留 因此现在对于他们所提出的 认罪协商 也还抱持保留态度 代替他向全国人民 智商最深层的 账户要连同瑞士的海藻七亿 国泰释华班 中间留有一根 放风的画面没有再次曝光 Q新闻正身为韩尚伦特报导 好 不过陈信瑜到美国的行踪 到底是如何被掌握的呢 其实是民众所通报的 当他一进入桃园机场 立刻就有许多的眼尖民众 打电话通知各大媒体 也因此让媒体竞速能够赶到 而包括了移民署官员也说 他们在第一时间也通知了特征组 虽然说陈信瑜跟大家一样排队受捡 但其实美光灯已经开始闪了不停 打进来的电话都是说 在机场看到陈信瑜 记者用最快速度赶到 正好拍到了这个画面 停止腰杆往前走 像是早知道会有记者发现 陈信瑜没有表情 也没有回答问题 信瑜这次是去上亚一的课程吗 因为外传 前一阵子和外传说移民的事情 一路走视线一路尾随 眼间的民众远远的就看到他 有人是走近了才发现 这不是陈信瑜吗 四周人一轮纷纷 陈信瑜很镇定的找了一个角落 眼神没有焦点 脸上没有表情 就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他通关的同一时间 移民署也先做了预防动作 陈信瑜小姐 她是没有在进管名单里面 为什么会特地打电话给特征组 即使是证人身份 陈信瑜一通关 特征组还是马上接到电话 受瞩目案件的相关人士 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特殊待遇 陈信瑜排队等通关 做的事情虽然已经跟一般人一样 但他直到登机的前一刻 周围美光灯还是闪个不停 卸下第一家庭光环 现在外界同样的关注 却让他觉得难堪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陈信瑜赴美代的行头 非常简单 就是一纸皮箱 那么以住的饭店来说 以纽约当地的物价在 Mahattan 不过这个饭店一个晚上 5400块钱来说的话 四星级并不算太贵 而搭飞机也只比经济舱 那么因为长城所以多升等了一个舱等 豪华经济舱也算平民 去哪一家hotel不能讲 就怕旁边的媒体会听到 但没料到台湾记者竟然帮忙抢答 其实媒体早就已经等在饭店门口了 虽然陈信瑜下车之后 只瞄了一眼摄影机就假装没看到 但帮他提行李的门房 却很感兴趣地一直指镜头 似乎还跟陈信瑜说 嘿 他们在拍你耶 这次陈信瑜选择下榻在纽约这间规模不大的饭店 虽然位在曼哈顿东42街 非常接近时报广场的闹区 但因为是四星级 房价还算合理 一个晚上5400块台币起跳 至于飞机 陈信瑜则是搭成比经济舱好一等级的豪华经济舱 票价打折后差不多五六万 其实也很拼命 就很normal啊 就坐在那边吃东西啊 休息啊 跟我们坐在一起的 坐在前面的这样子 记得当时陈志忠夫妻在纽约时住高级套房 吃大餐 出门还穿皮草 这会陈信瑜一卡皮箱 置身赋美 展现跟弟弟弟媳妇很不一样的风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是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率领了党公职人员 在收假开工前一天提前走春 到了庙里上香 不过呢 到底这个年底的县市长大选蔡英文怎么来看 他说重点还是要看个人努力 而根据了解 其实在过年这段期间 他有跟台北县的前老县长苏贞昌 那么通了电话 而且是在除夕前两天碰了面 也了解了苏贞昌的参选意愿 现在苏贞昌回国参选 似乎有机会 蔡英文骑单车 率领党公职走春拜庙 就选台北县 年底县市长选战 民进党力拼光复台北县 有可能推出天王苏贞昌吗 会拜会出前现场 为什么要特别拜会呢 我常会跟他见面 所以你有持续在劝敬他吗 我们有经常性的交会意见 根据GVBS掌握的消息 蔡英文在除夕前 跟苏贞昌碰了面 了解苏贞昌的想法 民进党评估 原本估计的四年五千亿 里面的一千亿 法院搁在戏番的资深仙女 不过说吉利话不稀奇 来点英文版的财新仙 新党的祝福 祝大家好新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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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十九位立委 有八仙有福禄寿 财神喜神 甚至与皇大帝 五武神官全都到齐了 立委粉末登场撩了去 模样斗趣可爱 新春团败 立法院歌仔系拜年 堪称一绝 董生新闻 陈一瑞 高鸿铭特报道 再来看到前第一家庭 深陷洗钱案的风暴 但是前第一千金陈信瑜 则是资深前往纽约 在抵达纽约的时候 还要求媒体不要打扰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准备 牙医考试 但是他到纽约的第二天 就和有人吃饭 吃了四个多小时 饭后逛起了高级精品百货大街 似乎对隔天的考试很有把握 在抵达纽约的第二天一大早八点 前第一千金陈信瑜就出门 买了一堆日用品回到饭店 一直待到中午一点才有出门 一个人徒步往西北方向 走了半个小时 走到时代广场的一家美式西餐厅前 知道有记者跟拍 陈信瑜脸上显露出很不高兴 他在门口哭等了八分钟之后 才见到一男一女的友人 姗姗来迟 三人一起进了餐厅吃中饭 其间陈信瑜和友人有说有笑 相谈甚欢 吃到一半又有另外一位友人加入 对于明天就要参加的 美国国家牙医检定考试 陈信瑜好像一点也不紧张 因为这顿中饭一吃就吃了四个半小时 让在餐厅外面 在涉事零度寒冷天气下 守候的记者是吃足了苦头 而陈信瑜的友人 在饭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竟然还装作和陈信瑜不熟 因为我是认识另外一个人 他刚好认识他 你刚刚在聊学什么 我跟她是没有交集的 不知道 只是朋友而已 那你下午都在聊 吃饭而已 吃饭而已 吃完饭后陈信瑜兴致不减 继续和另一名女性友人 去逛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和百破公司 最后在七点左右才又回到饭店 到底陈信瑜会不会在 礼拜一之内 印太大法所说的 这个美国牙医的检订考试 另外呢 在考试试之后的五天 他待在纽约要做些什么 都是更换关注的焦点 而我们也会持续守候 在现场为观众掌握 最及时的讯息 以上的就是东西新闻 王英如来自纽约的采访报道 牙医考试呢 只要一天 不过陈信瑜却在美国停留 超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另一会就质疑 陈信瑜是要借机 处理贬家在美国的资产 他并表示陈信瑜呢 应该会和两个人接触 一个呢 是在纽约协助陈志中购屋的 房仲业者涂太太 而另外一位是黄芳燕 陈信瑜上次否认 说他没有要移民加拿大 我现在懂了 原来要移民美国 所以没有移民加拿大 没有要移民 干嘛考美国的牙医执照呢 陈信瑜证实到美国考P1 让邱毅更坚信 姐弟俩早有移民国外的计划 跟林求一质疑的是 台湾时间3号考试 陈信瑜却是拖到9号才回国 中间空了5天 陈信瑜到底要做什么 我会告诉大家 几个关键人物 陈信瑜大概是被 一定会跟他们见面的 第一个就涂太太 涂太太是贬家在美国 最重要的财务总管 黄芳燕呢 是贬家在美国的财务钦差大臣 难道陈信瑜不想跟这两位见面吗 陈信瑜人在东岸 至于行踪沉迷的黄芳燕 据传落脚西岸 邱毅说黄芳燕的女友 早就帮他打点好一切 这名女子是上流社会 政坛要脚的亲戚 有意嫁给黄芳燕 这个人不是吴淑珍介绍的 这个人是另外的管道 一直说他希望能够 成为黄芳燕的下一个 停泊的码头吧 陈信瓶没办法回家过年 不过扁案相关人 却在美国大团圆 特征组得绷紧神经 前新冠医院副院长黄芳燕 人还在美国 甚至已经买下了4000万的房子 今天黄芳燕在台中 当医生的弟弟黄崇燕 也开工看诊 他说以前过年 两兄弟都会打电话半年 但今年他打给哥哥 手机不通 没有联络上 至于黄芳燕在美国 置产的说法 黄崇燕则是说 那点小钱对哥哥来说 不算什么 年假结束黄芳燕的弟弟黄崇燕 也开工看诊 病患一个接着一个 但大家好奇 过年期间 他有没有和哥哥黄芳燕联络上 就按照广令 大家都互道恭喜 但是没有联络上 没有联络上 没有联络上 但后来也在尝试打给他们 也没有 就没在打 对对对 黄崇燕说 以前逢年过节 他们两兄弟都会通电话拜年 今年黄芳燕在美国 他有打电话给黄芳燕 但是关机联络不上 另外黄芳燕 赤字四千万新台币 在美国制裁 看在弟弟黄崇燕眼里 算是小case 台北看人家 台北就买没有一家家 他的工作的年资 还有他的年龄 应该没有问题 余代保留 面对媒体 黄崇燕凡事小心应对 回答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让外界无法真的窥探 东森新闻 萧光志台中报导 过年前 陈志忠表示 会把从国泰 世华保险室 汇到瑞士的5.7亿 巨款汇回台湾来 特征组也立刻 在隔天对他展开了密讯 但是陈志忠 就是不提前是怎么来的 检方根本就没有办法 证明是犯罪所得 也让检方大叹 这种认罪 根本就没有诚意 这是1月21号 陈志忠鞠躬黄瑞坚 累撒法庭 向大众道歉的画面 我们最后还是决定 用诚实坦然的态度 来面对司法 当时两人除了道歉 更表示会把从国泰 世华保险室 汇到瑞士的5.7亿巨款 汇回台湾 让检方立刻在隔天 对他展开密讯 是开庭之后第二天吗 隔天 对对对对 但在开庭之后 第二天 请他来说没名 只是讯误过程当中 陈志忠除了向检方 要了最高检察署的账户 承诺会把钱汇回台湾之外 其他的什么也不说 事实上特征组这一次密讯 就是因为同步调查二次金改时 掌握到阿扁的犯罪试证 其中一次某部分的企业 行贿款项存入国泰 世华保险室 所以想从陈志忠口中得知 这些巨款的汇款人是谁 没有想到陈志忠却 只字不提 所以就算钱汇回台湾 从其量特征组 只是暂时成了这笔钱的保管人 没证据认定是不法所得 最后还是得归还扁家 洗钱案的CEO早有盘算 而镜头前的这句话 只是敷衍全国民众 愿意在司法互助方面 我们知道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巴斯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团 目前都在开落 进行相关的谈判 我们现在谈判进展的怎么样了 从双方 与珠宝从何而来 就是不肯说 让检方呢 一样拿它 没有办法 吹瓜式的香钻耳环 超大的南洋珍珠耳环 甚至是翡翠戒指 有无数真的地方 就有昂贵首饰 珠宝成了阿珍的代名词 但陈志忠却大意灭亲 连妈妈还有六亿珠宝现金 都供了出来 还说会交代流向 这话听来惊人 但事实上却是攻防手段之一 因为陈志忠仅仅攻出 帮忙保管这些珠宝现金的 台湾日本友人身份和联络方式 而这些资讯却只能证实 有这笔珠宝现金的存在 至于检方最在意的 珠宝怎么来 陈志忠又是闭口不谈 合理推断这珠宝的来源 有可能是来自吴淑珍和黄瑞靖的娘家 也可能是吴淑珍用炒股获利所购买 但如果并非扁家人自己买的 这些顶级珠宝极有可能就是 二次金改弊端当中 企业和官员买来行贿贬家 陈志忠早就知道 一旦珠宝来源真的不法 就会全数充公 收贿的贬家还可能最佳一等 当然不会说 随着儿子没有说出来源 贬扫也就不用担心 因为最后这些珠宝 还是会让他穿戴在身上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陈志忠多年的律师好友庄柏林 一句陈志忠和黄瑞靖不该认罪 甚至提议要陈志忠撤销认罪 无疑是打了陈志忠委任律师 叶大会一巴掌 因为他就是当初建议 致敬两个人认罪的人 对此叶大会就表示 本来就只考虑当事人的最大利益 但是如果陈志忠要撤销认罪协商 他也会马上解除委任 一位是陈水扁多年好友庄柏林 一位是陈志忠黄瑞靖 视为救命牌的叶大会 两位鼎鼎有名的大律师 现在为了一句认罪 还是不认罪要开战了吗 我对于黄瑞靖跟陈志忠认罪 我不以为难 因为一认罪下来的话 这等于是承认他的钱是不法所得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是限他 他们两个父母亲于不一 我认为不适合 陈志忠现在他是一个被告 他站在一个被告的立场 去处理这个官司 那我是站在被告的律师的立场 如何去处理这个官司 针对你当事人 对针对我的当事人 对他最有利的辩护 钟柏林认为认罪就等于承认 钱是不法所得 对扁正未来开庭势必带来冲击 也因此对陈志忠黄瑞靖 说了重话 不太好 对我认为是 等于是不孝的行为 考量的孝道 判陈志忠黄瑞靖撤销认罪协商 同样的话也转达给陈水扁知道 而阿扁似乎有点动摇 今天早上我见陈总统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说是 叫他小孩子看看 就在奥尔木特讲话数小时 大会也将主动解除委任 为了洗钱案 两大律师的战争已悄悄开打 东森新闻陈敏如梁家明 台北报道 很快的台北地方法院 将在2月10号传唤吴淑珍 不过就在开庭之前 我们东森新闻独家掌握 吴淑珍唯一的委任律师 李胜雄在刚刚也发表声明 决定要解除委任 理由是因为过年前 陈志忠和黄瑞靖提出了认罪协商 让他觉得非常错愕 身为虔诚的教徒的他 不愿意为了辩护 去破坏贬家家族的情感 他认为没有办法再继续为真辩护 所以决定要解除委任关系 年假结束开工第一天 吴淑珍律师李胜雄的事务所 却依然风平浪静 丝毫感受不到2月10号 吴淑珍就要出庭的气氛 没想到一切只是山雨欲来 今天都没接电话 是大学